每天在视频中说的是我们的领导 我们的领导 一步排除总统普京与泽连斯基会面的可能性 目前俄军进攻前锋已经逼近乌克兰首都基辅 且持续对被包围的东南部港市马利波进行猛轰 据当地官员表示 马利波已有近2200人丧生 而其余俄罗斯军队仍持续在乌克兰各地发动进攻 当地时间13日上午 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附近的一个大型军事基地 遭俄军8枚导弹抛击 造成至少35人死亡 134人受伤 该军事基地为国际维和级安全中心 过去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士兵都会前往该基地接受训练 以参与维和任务 该基地的位置所在地与北约成员国波兰的边境仅相距25公里 据此前金融时报和纽约时报报道 引述美国官员看法称 俄罗斯要求中国提供军事装备和经济援助 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周一表示 有关俄罗斯要求中国提供军事装备和经济援助的报道 纯属美方的虚假信息 有关报道称有足够能力和资源达成目标 加拿大国防部长安尼塔·阿南德指责俄罗斯 在乌克兰最近发生的35人死亡的袭击中 犯下了不可原谅的侵略和战争罪行 阿南德表示将保护北约的每一寸领土 阿南德又说加拿大正在采取措施 实现将国内生产总值的2%用于国防的承诺 包括提出一项是诺德拉或北美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 现代化的计划 据了解 加拿大去年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39%用于国防 根据发生社的报道 乌克兰总统顾问和克里姆林工的发言人军表示 俄乌双方代表于今天通过视频方式进行谈判 谈判只在确保两国的领导人之间 能够实现和平的直接会谈 乌克兰总统扎连斯基较早的时候说 希望透过谈判促成两国总统会面 达到和平和安全的必然成果 俄方高层谈判代表斯鲁茨基也表示 他们看到双方的态度都有明显的进展 克里姆林工方面表示 不排除总统普京和扎连斯基会面的可能性 目前俄军进攻前锋已迫近乌克兰首都基库 且持续对被包围的东南部港市马立波进行猛攻 据当地的官员表示 马立波已经有近2200人丧生 而且其余的俄罗斯军队仍然继续在乌克兰各地发动攻击 当地时间13日上午 乌克兰西部城市利玉夫附近的一个大型军事基地 遭到俄军百枚的导弹炮击 造成至少35人死亡134人受伤 据军事基地为国际组织违和及安全中心 过去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士兵 都会前往该基地进行授训 以参与违和任务 该基地的位置所在地 和北约城沿沿国波南边境紧相距25公里 此前根据金融时报和纽约时报的报道 引述美国官员的说法 俄罗斯要求中国提供军事装备和经济援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一表示 有关俄罗斯要求中国提供军事装备 和经济援助的报道 迅速美方的虚假诊息 俄罗斯方面也否认有关的报道 称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源达成目标 加拿大国防部长安利塔·阿林德指诈俄罗斯 在乌克兰最近发生的35人死亡的袭击中 犯下了不可原谅的侵略和战争罪行 阿林德表示 将保护北约的每一寸领土阿兰德又说 加拿大正在采取措施 实现将国内生产总值的2%用于国防的承诺 包括提出一项沙诺拉德 或北美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现代化的计划 据了解 加拿大去年将其国内生产总值1.39%用于国防 团队